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是一个穿衣服特别明艳这样的色彩 所以我就给大家推荐一些 比如说你也不想穿的特别的鲜艳的话 那我们在春季的时候可以穿搭一些什么 先给大家看一下我最近买的几件衣服 这件 哦 这件也是小的马甲 因为我其实好像就素色的衣服特别多 如果穿来穿去也有任何的一些色彩 或者说是一些花蓝的变化 当年有的时候会觉得好像穿来穿去都是一模一样的衣服 那怎么办呢 你看我今天选了一件 这个是一个韩国的一个写诗的牌子 这件也是 然后米色搭粉色还蛮好看的 搭我这个背心就好了 好像搭一点颜色会让人感觉 就是整个人好像跟颜色都活活起来 啊 我关着脚 这张是泽肉的鞋子 然后可以搭这件衣服 今天今天有一个小妈怎么搭配 因为我头发刚剪的比较短 这长度特别适合带光头帽 大家看看 我说的有没有错 是不是这样好看 其实很适合现在的天气 然后去户外的时候 大家可以穿这样的颜色 这小白身也好好看 其实你完全也可以单穿 我是搭了一件这个 它这个就是蓝色的这样的一个小花朵的图案 它没有其他的杂色 单穿就是这样的 其实大家会觉得单穿没有那么好看的地方 那我们就加上刚才的比较更新 而且这样就比较适合现在的一个季节 我下面搭的是一颗很普通的小白猪鞋 搭配一个蓝色的帽子 其实在T恤里面加上这样一点点小的血迹在 然后就会让整个人觉得轻松 也比较可爱一些 我刚才那两个其实还挺紧续的 这个比较宽大 然后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喜欢 就是国内设计师的一个品牌 大家也比较容易找到 我是会很喜欢它第一有这样一个小的莉莉 而且它里面用到了这个米色橘色和深蓝色 然后这个橘色是一个比较跳跃的一个颜色 这几个颜色分在一起还是很协调的 这边搭配来了 是不是穿上去其实比我们看起来要好看一些 我在里面搭了一个白色的T恤 然后就不会显得脖子这边很酷 然后你下面可以搭一个这种长长的牛仔裤 然后搭了一个这样的拖鞋 可能搭配的拖鞋也比较好 然后我们也可以把刚才的帽子搭上 像刚才那样的要合身 但是可能会比较帅气一些 酷一些 然后还有一种方式也可以自搭牛仔裤 这样可能更凉快一些 看个人喜好吧 我最后给大家准备的是这一件 现在天气热了 已经快有点穿不上位衣了 但是它在肩膀这个地方 这个设计还是蛮好看的 刚好可以露出 然后肩膀这个部分 还挺可爱的 然后我试发了一条牛仔裙 我觉得这两个颜色会搭起来比较好看 然后就不要去选一个浅色的 浅色的牛仔跟这个生棕色搭配起来 没有很好看 这件你们喜欢吗 对 这个肩膀这个地方还是挺好看的 然后也不会让这件衣服感觉很热 通常我也很少穿那些露肩膀很多的这样的衣服 但是我觉得这个还是可以的 挺好看的 这个裙子它原本的一个设计 它是带一个小腰带的 还挺好看的 这个就很容易 有这你家里有这样的一些小芳心 然后我们都可以这样 系在这个尾袋裙上就可以了 然后我搭了试一身这样的一个小狼头 搭一个蓝色的帮球帽吧 酷酷帅帅的就可以上街了 好了 今天这就是我的分享 希望大家喜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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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